农历七月无论是公家机关或私人社区都会举办普渡的法会 而传统中大量焚烧金纸的习俗总是让许多环保人士诟病 而因此每年的农历七月 新北市环保局都会推出纸钱集中焚烧的服务 民众在集办完之后可以将金纸送到油车口的清洁队停车场 集中转往巴黎焚化厂焚烧 有在网路上有架设专属的中原普渡的网站 推动这个网路的普渡 那另外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有各个区域 我们有新北市S9区有一个就是区队这边可以帮忙 就是民众像一些庙宇还是社区里面 他们的那个中原普渡的时候 那个纸钱集中焚烧 那由我们清洁队来协助收运 那我们设置的点是在我们的油车口那边的停车场 这种油焚化炉统一焚烧纸钱的方式 不免会让人疑虑是否会有所不尽 但对此环保局则是表示 在焚烧前会请法师进行浸炉仪式 藉由法师的法力加持 民众普渡好兄弟以及祭司的诚心敬意 绝对不会打折 送到我们的新北市环保局那个焚化炉的部分 我们那个炉是专属的 专属的炉 它是有一些法师他们把它整个浸炉 然后所以是非常干净 因为就是说让民众就是有一个那个很安心的 那个就是说不会认为说 怎么会放到那个除坑那边去 打出了中原小烧金成心底腕金的口号 除了金纸集中焚烧之外 环保局每年也都会推出网路普渡服务 结合金纸集中焚烧 环保局十年来已经累积收集之前8800公吨 避免21吨的污染物产生 减少168公吨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 成功兼顾了祭司祈福与空气清新 记得陈伯伟淡水采访报道